身患绝症 家人本应是我坚强的后盾 却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道家锁 弟弟既博打 他以傲骨为名 血行自私之识 不仅剥夺了我生的希望 还在众人面前 将我塑造成了一个贪心的病人 好心人捐了款 弟弟找来媒体逼我退回去 他拿出假的房产证 家里有房有车 不需要别人的怜悯 手术费没了 爸妈也放弃了 女朋友要卖房 弟弟却将他拦在病房 并斥责我说 没结婚就用婆家的钱 传出去 我和爸妈还有什么体面 人人赞他有气节 爸妈也夸他想的周到 我只得到一句任命 于是女朋友直接跟我领证 堵住他们的嘴 弟弟当场恼羞成怒 快死了 还要拖累如烟姐姐一辈子 你太自私了 后来骨髓匹配成功 进手术室前 弟弟又故意在志愿者面前 说捐献骨髓的危害 导致志愿者中途弃绝 而我已被摧毁了造学系统 在睁眼 我回到了弟弟弟 带着记者闯入病房那天 家里有房有车 不需要别人的怜悯 哥哥你快把捐款退回去吧 爸妈从小教育 我们做人要有风 莫含了好人的心 弟弟继伯达 举起红本的正面对着进口 看向我的目光痛心疾首 又大意领然 我患了绝症 海迪筹筹到了八十万 刚好够手术费 今天是准备提现出来 并停止募捐的 可他领着记者闯进来 这么一说 病房里所有人都在控诉我 摄像头围着我咔咔的对点牌 刺激得我头晕目眩 退了吧 有房有车还募捐 曝光他 太不要脸了 我该得白血病 哥哥贪心 弟弟倒是哥有武器的 上辈子 我猝不及防遭遇这些 人又被病痛折磨得心理焦脆 等反应过来 纪伯达已带着记者扬长而去 众人就以为我默认了 很快我被网报 病房里的人纷纷附和 好心人要求追回捐款 我想上网澄清 爸妈一把抢走我的手机 说兄弟俩打累牌像什么话 舆论之下 他们替我退回了捐款 导致没钱缴纳手术费 希望破灭的我逐渐枯萎 纪伯达却日日打扮得光鲜亮丽 来劝我出院 在病房里活泼健康地跳来跳去 绝症是治不好的 你能不能别再折磨爸妈了 你扒着病床不下来 真是丢进了我们家的脸 与其这么苟延残喘 不如有尊严的死去 在他的不停公事下 爸妈也要我认命 打算强行带我回家 要不是你 我们至于这么大年纪 说他去卖房给我凑齐手术费 从他进来 纪伯达的目光就一直在他身上 听了这话当即将他拦下 转头斥责我说 没结婚就用婆家的钱 传出去 我和爸妈还有什么体面 我这么有风味 怎么会有你这种 踏死软骨头的哥哥呀 病房里人人赞他有气急 爸妈也夸他想得周到 叫柳如烟不要插手技家的事 甚至有人开口撮合他和柳如烟 说他比我善良得体 该好好珍惜 纪伯达揪着衣角羞涩不已 但眼睛期待地望着眼前的女人 哎呀 你们不要再说了 人家只把他当姐姐 结果柳如烟一把将他推开 匆匆离去 倒地那刻 纪伯达看着我爆发出生气的疾痕 转头劝爸妈千万别用外人的钱 丢脸 树活皮人活脸 哥哥死了一了百了 我们可是要被人戳几两股的 柳如烟直接跟我领证 堵住他们的嘴 纪伯达知道了恼羞成怒 指着我 快死了 还要拖累如烟姐姐一辈子 你太自私了 他还拦着柳如烟 不许他缴纳手术匪 一副大意灭青 处处为他考虑的模样 纪伯达不值得你这样申请 手术成功概率很小的 我不想你白费力气 就算好了 也是个废人 以后复查吃药要花很多钱了 幸好医院找到了匹配的骨髓 柳如烟也有签字的权利 可经手术是钱 纪伯达又故意在志愿者面前 说捐献骨髓的危害 导致志愿者中途弃捐 那时我已被摧毁了造学系统 最终 我被拉回病房一步步等死 隔着玻璃 看到纪伯达一身白色西装 纯洁无瑕 正替我原谅志愿者 他是想捐的 只是不想救我哥那样的人 是纪伯出自作恶害了自己 为了活命 逼着如烟姐姐卖车卖房 我要是他 绝不会这么自私 希望他下辈子做个有风骨的人 其实我得病也有他的原因 我带女友回家见父母 纪伯达说暗风俗 我和柳如烟不能住在一起 让柳如烟住家里 他把自己的房子疼给我 可他没说 房子刚装修好 有假权 确诊后我愤怒的指纹 他督着嘴 物作天真 把新房子给你住 我自己回家跟父母姐 你还这样想我 我行事光明磊落 只有心思恶毒 才会揣测自己的弟弟 这次 纪伯达又想污蔑我 让我失去手术肥 他身穿白色西装 脊背挺直 像只雪梅一样傲骨争争 正要说完最后的台词 就装作痛哭跑开 家里有房有车 为什么还要接受 别人的捐款呢 这和乞丐又有什么不同呢 劝了哥哥好几次 他就是不听 不退回去我又良心难安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我瞅准时机开口打断 让他一动的脚 不得不停在原地 就因为你喜欢上了如烟 所以这么不想 我做手术治好病 是吗 随即强撑起身子 没说一句 旧壳的撕心裂肺 周围瞬间安静 所有人的表情 都耐人寻味了起来 刚刚他们被纪伯达 搞得先入为主 但病房里谁看不出来 我和柳如烟是一对情侣 而纪伯达 天天打扮的光鲜亮丽往前凑 爸妈终于找到了嘴 立生斥责我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还不嫌丢人是吧 我忍不住吃了一声 冷笑着看向纪伯达 我有什么丢人 弟弟惦记为过门的嫂子 他才丢人呢 被当众戳破心思 纪伯达脸色巨变 跟刚才特意伪装出来的 淡定自若的气质不同 他情绪波动很大 指着我 纪伯出 我一声傲骨 揭发你 是因为看不惯好心人被你欺骗 你拿这种事污蔑自己的亲弟 足见你品行低劣 爸妈瞪了我一眼 转而挥手要将记者往外赶 没有这回事 伯达是最有分分的 行了行了 别拍了 明明弟弟那点心思 他们是最清楚的 前世 纪伯达对柳如烟的聊播越来越出格 他们不加以阻止 却来劝我大赌 你身子既然到这个地步 就把事情看淡一点 如烟是个不错的小姑娘 你弟弟也真的喜欢她 就让他俩试试吧 思绪回笼 我看到记者嗅到劲爆八卦 不甘心理取 有人问 你家到底是不是有车有房啊 爸妈又呆愣在原地 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纪伯达立马冲上去 挤到镜头面前 全方位展示手中的红灯 我抢先开口 神情悲悯 有 不仅有房 还是三十一厅的大平层 家里有房是事实 能查得到 纪伯达正式利用这点 成功将舆论扩大 逼得爸妈不得不妥协退回捐款 逼得爸妈阻拦我上网澄清 牺牲一个快死的儿子名声 总好过全家丢脸 众人的反应依然是一份甜因 就差对我破口大骂 见我承认 纪伯达眼里一闪而过笑意 匆匆做失我的罪名 扯着记者就要离开 我爸妈都是老实人 根本不知道哥哥背地里这样搞 大家放心 捐款很快就会退款的 这时候 我鞋都没穿滚下床 一把抱住他的腿 痛哭流涕 退款可以 但你能不能把房子卖了 好凑齐手术费 哥哥求你了 我的性格向来是温和淡然的 没有这样激烈的时候 这一变故打得纪伯达措手不及 他慌了 使劲的蹬脚也甩不开我 太不体面了 快放开我 我双手双脚像马虎样 将他牢牢抓紧 他们好长时间没来看我 指甲长得很深 掐进他肉里 时时刻刻体面 你有在乎你亲哥哥的命吗 家里的房你不同意卖 募捐到的手术费 你又要我退回去 哥哥到底哪里得罪了你 你要把我活活逼死 纪伯达疼得嘶声尖叫 你胡说什么 爸妈的房子我哪有权利顾问 爸妈也在旁边喊别丢人 要上前来拉开我 我直接松手 仰面瘫倒在地 看上去像被他们合伙甩开的一样 一口鲜血露喷出来 上辈子忍到他们走货才突袭 被说是作恶反噬 这次他应该发挥该有的效果 我得治病半年了 医生说随时有生命危险 骨髓匹配成功好几个 就是筹不到手术费 我要是能卖房 干嘛等死啊 爸妈不是特地把房子布护给你了吗 纪伯达高中辍学在家附近打工 以上班方便为由 逼着爸妈买了套房子 我带女朋友回家 他说我要结婚家产就得留给他 我想着无法父母跟前进校便同意了 他立马带爸妈去过了活 后来我确诊 爸妈要卖了这套房子给我治病 他说现在房子是他的 他不同意 爸妈说那就先搬进去住 把老房子卖了 他也不同意 这下众人联想到 前面我说的弟弟惦惊为过门的嫂子 纷纷用一样的眼光看向纪伯达 纪伯达气得全身发抖 你太卑鄙了 嫉妒我健康就诋毁我 但我不许你这么侮辱爸妈 爸妈要上前来捂我的嘴 自生病后就疯了 觉得家里所有人都害你 这时录音响起 我不同意 房子如今在我名下 没有我签字谁也卖不了 还有你们卖了老房子 到时候露宿街头 我可不管 白血病是治不好的 只会人才两空 我要是他 就会早点死 省得拖累家里 纪伯达是故意发到群里的 我听哭了好几回 同声后我就把他射成了闹钟 在关键的时候响起 变成刺向他们的历解 一时之间 他们遭受了比我更猛烈的谩骂 所有人指指点点 说摊上这种狠毒的家人真倒霉 气吐了血都没人关心 说这亲弟弟真不要脸 柳如烟愤怒的 一把打落纪伯达手中的红感 里面是空白的 假的房产症 纪伯达脸色涨得通红 如烟姐姐 你怎么能跟他们一样奚落我 然后像是不堪受辱般跑开 临走前狠狠弯了我一 目光里充满了愿怒 爸妈在病房里也待不下去 家丑不可外扬 你非要把事做绝 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好啊 你这么有本事 自己照顾自己吧 我听了想象 本来就没怎么照顾我呀 没热闹看了 围观的人也散了 我又重新讨回了病床上 慢慢思量 纪伯达又会闹出什么妖蛾子呢 可我没想到 不出三日他就找上门来了 那日情况在网上发酵后 捐款人数暴增 金额从80万到了120万 我给提现病症重表示了 多余出来的钱会捐给慈善机构 评论区底下都祝我好人有好报 早日康复 只有纪伯达拿着小号洋洋洒洒 从文字就能想象出语气有多巨傲 装可怜像乞丐一样乞讨 毫无体面和风 为了好名声凯他人之康 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 你手术失败了 他们下半辈子靠谁 真自私 第二天 他就领着爸妈闯进病房 我左右看了看 三个人只带了 用塑料小碗装的皮蛋瘦肉粥 爸妈忙着打开要给我喂 纪伯达是恩班抬了抬下来 看爸妈对你多好 特意为你熬的 你也要多体谅体谅他们 别让他们失望才好 装也不装的像点 我不由得吃笑出声 可这不是咱家小区门口 曼林州店的粥吗 三块钱一碗 辛苦你们从那么远拿到枕 都凉了 听了这话 妈妈重重将碗放下 正想说爱吃不吃 收到纪伯达的暗示 才慢慢把性子压下 你弟弟被我们宠坏了 你做哥哥的 别跟他计较 他学历低 挣不到几个钱 不像你有本事 可惜我们花大价钱培养你 却得了这么个病 你要是死了 我和你爸下半辈子怎么办 爸妈两人满面愁容 不停地举例子说 谁家孩子死了 他们的父母就过得 怎么穷困潦倒 说完直直地看着我 好像在等我表态 原来是盯上了 我那么些个善款了 我靠回床背上 闭着眼也不说话 纪伯达极了 逮着个借口 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我 纪伯出 爸妈跟你讲话 你眼睛一闭是什么意思 太不像话了 你真该学学我的孝顺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 做子女的天生 就该赡养父母 但你这病说不定 每天就死了 难道就让爸妈 白养了你不成 你把他们接下来的 养老钱出了吧 他们现在五十岁 还能活五十年 每年就两万 一共一百万 看在你生病的份上 就出八十万吧 不多不少 八十万 刚好是我手术费 需要的金额 我抬眸看向爸妈 你们有没有想过 出了这八十万 我手术费就不够了 他俩匆匆避开了我的眼睛 没说话 纪伯达撇了撇嘴 再募捐一次不就行了 你不就喜欢装可怜吗 连累我和爸妈跟着你丢人 我一身傲骨 从不受辱 为了爸妈都不在乎 你矫情什么 说着阴阳怪气起来 爸妈 我不如哥哥有本事 将来肯定养不起两个老人 到时候可别怪儿子不孝了 不知道纪伯达给他们 做了多少功课 妈妈扭扭捏捏地叹了口气 伯达说的也有道理 我们供你上大学 给你吃 给你喝 你总得报答我们吧 他们特地挑在病房人少的时候 又刻意放低声音 在外人看完 他们围着我 是在为病情发愁 我从旁边的凳子上 抄起那碗钟 朝着纪伯达重重杂取 既然提到养老问题 那家产也该平分吧 爸妈给你买房子 车子出了两百万 是不是也要给我两百万 别扯什么笑道 年稠的冷周忽了纪伯达全身 黑得白得像驼屎一样 稀稀拉拉地挂着 这下他端不起来了 不可置信了好一会儿 才尖叫出声 我新买的衣服 我要杀了你 病房里所有人眼睛都往这边看 有人赤子了 这是医院 吵什么吵 可这也没阻止 纪伯达要教训我的公事 他扑上来要打我 顺便指挥爸妈 趁此机会去拿银行卡 爸妈 他提现了 他就在钱包里 手术成功概率很低 到时候他死了就人财两头 他一点也不为你们着想 你们还估计什么 或许是上次丢脸丢大马 再造一次也无所谓了 爸妈嘴上说着 好好地动什么手 也没阻拦纪伯达对我动手 而是把手伸下 我放在病床上的钱包 钱是 我还没来得及缴纳手术费 他们就是这样抢走我的银行卡 把钱退给了捐款者 换来网友夸他们傲骨睁睁 大意滅青 那时 我遭受家人的被刺和网友的谩骂 虚弱无力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剥夺生的希望 这辈子 我怎么可能还什么都没有准备 纪伯达的手要挨到我的时候 柳如烟出现一把钻竹 将他狠狠甩到地上 又在爸妈还没打开钱包之前 一把抢了回来 而我又始至终都冷笑着看纪伯达 你想借爸妈的手除掉我 我也会借你最爱的如烟阻拦你 就看谁最痛心了 但死过一次的我可不会 纪伯达果然破防了 从地上爬起来生死力竭 指着我 你又护着他 他纪伯达都快死了 还巴着你不放 这样自私的人有什么好的 我才冰清玉洁啊 因为我的缘故 他再怎么过分 柳如烟都没有表露什么 他这是头刺贤物的撇过脸 薄唇清起 你真恶心 瞬间就刺激到了纪伯达 他向来只容许自己接受赞美 这下几乎跳脚 他纪伯达明知道是死路一条 还利用网友的同情心 拖累爸妈和如烟姐姐 他才恶心 我做错什么了 我傲骨争争 从无私心 只是不想你们白费力气 我要是他 就跟电视剧里一样 找个地方躲起来 入末成寿 绝不拖累任何人 这时候病房里有人冲过来 大尔瓜子打得他戛然而止 我让你大声嚷嚷 没素质的玩意儿 又是你们 你们怎么还有脸来啊 又想逼迫人家小伙子干啥 纪伯达捂着脸敢怒不敢言 爸妈尴尬的吱吱呜呜说不出来 我撑起身子虚弱开口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我爸妈和弟弟 是来找我要80万养老钱的 上辈子 所有人都以为 我是个骗捐款者钱的垃圾 就算他们做得再过分 都没有人出来说句话 如今病房里人瞠目结舌 鄙的目光扫射着爸妈和纪伯达 更有慎者 拿手机对着他们不停地拍摄 爸妈骚得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 一边骂骂咧咧 看你出的馊主意 丢死人了 一边拽着纪伯达朝门外走去 这下估计他们 再也不好意思到这里来了 但纪伯达还是经常来医院找我 每次都打扮得光鲜亮丽 衬托地穿着病号服的我 更加憔悴苍老 彼时我已经缴纳了手术费 他就坐在病床旁边 当着我和柳如烟的面长续短叹 花了这么多钱 哥哥你可千万要手术成功了 只是就算手术成功了 也是费人一个 干不了重活 受不得劳累 终生都得提防着复发 我相信如烟姐姐肯定不会嫌弃的 主要是很可能要不了孩子 听说咱小区柳沈家儿子 就是得了这病一直要不上孩子 女人就出了鬼 不过哥哥你真得保养一下了 看你脸上皱纹多的能夹死蚊子 跟上辈子一样 刻意引导柳如烟将他与我对 又故意刺激我 虽然挑拨离间的很明显 但那时柳如烟卖了房子 给我缴纳手术费 我心里觉得拖累 对即将的手术发黄没底 又把他当成了 我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 人就变得越发敏感多一点 胡思乱想 总是一遍遍地质问柳如烟 有没有后悔 消磨我俩之间的感情 又折磨得自己更加痛苦虚弱 直到进手术之前 纪伯达拿着几张照片 照片里两人一扇半截 暧昧至极 如烟姐姐也真是的 哥哥咖啡也能把衣服打湿 不过哥哥你放心 你死后 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他的 我彻底崩溃 其实志愿者不中途弃绝 我身体也可能坚持不下去 此刻 纪伯达又在那里 撑起他那张楚楚可怜的小脸 我要是那男的 变得又老又丑 还被老婆嫌弃 就有骨气的死了算了 干嘛留在世上丢人现眼 话音刚落 隔壁赔床大妈 冲上来给了他一个大鼻头 然后恶狠狠地扯住他的头发 拖拽到门外 你个小混蛋 你胡说什么 这里谁不知道你是什么玩意儿 天天打扮得跟妖精一样 勾引自己嫂子的剑火 给我滚 再让我看见你一次 老娘撕烂你的嘴 这是柳如烟松开我的手 站起身 情急脱口而出 活达 我伸手一拦 抬头笑着看他 怎么 你心疼了 柳如烟才神思恍惚地坐下 心虚地说没有 我瞬间冷脸 怎么会没有呢 上次你骂他恶心 后来不是又跑去安慰了吗 你俩天天在我眼皮子底下 眉来眼去 玩猫舟老鼠的游戏 很有趣是吧 我知道你无非是 一时割舍不下这么多年的感情 又责任心重 怕别人说你薄情寡义 其实没必要 你这样我看着也难受 顿了个 在他难堪的神色下继续道 我虽然重判清理 又手术结果难定 生死不知 但绝不会把希望 寄托在一个不值得的人身上 去祈求他施舍灵心的爱意 分手吧 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 死过一次的人 看什么东西都清晰了 既博搭性子高 连番受辱也要日日来犯件 无非是有人给了他希望 前世 他逼迫我退还捐款的时候 柳如烟并不在场 他故意刺激我 他会气愤地赶他出去 柳如烟也重生了 他知道我会手术会失败 也后悔上辈子卖房凑手术 所以这辈子他什么都不做 等着我歇斯底里 宛如泼妇 会在恰当的时候替我出头 博得一个深情好女人的名声 这样我死后 他在和我弟弟在一起 别人也说不出什么了 柳如烟没想到我能说出这番话 恼羞成怒地待不下去 气急败坏地丢下一句话 夺门而出 你要这么想 我也没办法 难怪你爸妈吐槽你 自生病后就觉得 所有人都害你 神经病 大妈经过我床边的时候 递来一张湿纸巾 疲惫的嗓音里透着羡慕 小伙子 你很有魄力 我儿子要是像你这样想得开 就好了 隔壁床传来乌夜声 大妈的儿子 父子庆苍白空洞的表情 终于有了一丝神采 妈 我想得开 我跟他离婚 对不起 让你操心了 随即 母子俩抱头痛哭 妈妈搂着儿子细细抚慰 跟刚才粗鲁暴力的他判若两人 本来我与柳如烟分手 并不太伤心 如今看见此景 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父子庆是免疫系统 疾病入院 确诊后老婆要跟他离婚 妈妈为母则刚 生出来的儿子却性子软弱 那女的时不时 带着白脸来药武难威 大妈就挥着拖把打出去 她只会不停地哭 睡着了也哭 同病房里的人觉得她会气 不愿意跟她住一个屋子 我借口同病相连 有话说就换了过来 其实是我知道 大妈怕她儿子想不开寻死 听不得有人在她面前说丧气话 前世 纪伯达极度柳如烟 卖房为我缴纳手术费 就曾硬拽我来这病房 看过笑话 被大妈打了出去 纪伯出 你以为柳如烟是真的爱你吗 看到那个男人没有 生病后就被老婆抛弃了 就算你手术成功了 终究会落得她那个下场 倒不如现在就放弃 也算体面 柳如烟再也没有来看过我 纪伯达自然也不会来 但还是经常发些话来刺激我 如烟姐姐说上次阻拦我拿养老钱 并不是真的讨厌我 只是不想等你死后 我们再在一起被人诟病 反正你手术也做不成功 遗产总归还是我们继承 听如烟姐姐说 你还想她卖房给你治病 你可真不要脸 活该报应得了绝症 哪像我连杯咖啡都A 不愿占她冰点便宜 一身傲骨 如烟姐姐说 早知道就不跟你谈恋爱 浪费几年的青春 不过我告诉她 要不是你 我还遇不到这么优秀的她 哥哥 为他人做嫁衣的滋味不好受我 哥哥你手术不会成功的 你死后可千万别愿我和如烟姐姐 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 既博达所做的 快就传来了骨髓匹配成功的消息 志愿者不是前世弃绢的那个人 但我怕纪博达又搞什么妖恶子 求了大妈的帮忙 大妈拍着肩膀让我放心 一大早就拿着拖把去医院门口 你弟弟要是敢来捣乱 看我不刮花他的脸 纪博达到底来了 但恐惧大妈的淫威 没能赶进来 就嘴还是硬的 我就要进去 这医院是你家开的呀 纪博叔竟跟你这个老婆父狼狈为奸 太不体面了 这次没有经历太多波折 我身体也不是太虚弱 顺利做了手术 并且医生说状态很好 消息传到爸妈呢 到底念着我是他们的儿子 炖了排骨汤要来看我 可纪博达拦着他们不许 他打着我做完手术 没人照顾 会拖垮身体的算盘 不许去 纪博叔就算手术成功了 也是苟且偷手 费人一个 你们将来不还是要靠我 要是去了 我就不给你们养老 又特地打来电话奚落我 哥哥你现在也算不上是个正常人了 别说如烟姐姐嫌弃 是个女人都不要你 其实这样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吧 我告诉他我手里剩余几十万 请得起护工保姆 还做起了抗癌博主 月入三四万 比他这个找不到工作啃老的垃圾 活得像多了 把纪博达气得够呛 挂完电话后比血喷涌而出 纸都止不住 去医院一查 确诊急性白血病 原来他那房子装修用的是劣质材的 当初宽我住进去 以为我这个人体净化器 已经把甲醛吸完了 虽没有检测自己也搬了进去 不料自作自受 纪博达住进了跟我同家医院 出发病还能下得来床 无顾阻拦冲到我面前 指着我 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你刚治好 我就得了你同样的病 定是你 定是你这个贱人 用了什么邪术把病根转移到我身上 定是你日夜诅咒我 你连自己的亲弟弟都害 你真恶毒 他形如疯癫 面容憔悴 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故事 反观我在护工的照料下 红光满面 神采异役 郑浩正已狭地笑看着他 跑到病房里大呼小叫 太不体面了 网友们都夸我面对生死临危不惧 可我怎么有你这么个没素质的弟弟 你不是常说自己一身奥骨吗 你这个样子 怎么倒像是个没骨头怕死的东西 刀子不扎在自己身上 永远不会痛 纪博达被我噎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扑上来要打我 跟过来的爸妈一把将他抓住 拖拽了回去 丢人现眼的玩意儿 占小便宜 害了你哥哥 又害了自己 还好意思跑来质问 赶紧回去搞下海低仇 我和你爸又不懂 其实根本不用他们出手 我现在的身体 已经不会像前世那样 让他任意打骂了 我看着纪博达飞奔回去搞海低仇 他那愤怒绝望的眼神 也染了一丝迫切的希望 于是嘲讽地抛了句 弟弟有房有车 还要在网上进行募捐吗 这和乞丐又有什么不同 可纪博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上次他领着记者来逼迫我退还捐款 导致自己霸占家产 不给哥哥治病的丑闻曝光 他这一募捐 不仅受到了群嘲 还一分钱都没有丑几道 性子高傲的 他气得病情更加严重 握病在床 作为哥哥我当然要好心过去安慰 一副全心全意为爸妈考虑的母娘 爸妈老实了一辈子 竟然这么大年纪 还要被人戳着几两骨骂 你一点也不心疼吗 绝症我能治好 不代表你也能治好 能不能别再折磨爸妈了 爸妈 网友骂得太难听了 我怕事态发展下去 他们会网到你俩 赶紧让他停了海滴筹吧 以防有什么不知情的慈善家 给他捐了款 到时候我可做不出纪伯达那样 逼迫自己亲弟弟退还的举动 没有海滴筹 纪伯达就得卖房筹钱 那套房子我得不到 如今我也不想他拥有 爸妈欣慰地点了点头 连夸我是体谅人的好儿子 呼喝纪伯达赶紧停了海滴筹 别给他们丢人 但实在没想到 纪伯达竟能不要脸蛋 让我给他出手术费 他依然自己不开口 怂恿爸妈来向我施压 听伯达说 你手里有个四五十万 每个月还能进账个三四万 刚好我跟你爸 也只能拿出来四十万 这手术费就够了 他再不好也是你亲弟弟 一家人不能计较那么多 你有钱不拿出来 旁人该议论你恶毒了 我没有问父母 为什么有四十万当初没给我出 反而扬起笑脸热情一年 只是笑意不达眼底 弟弟真能胡扯 之前他不许你们来照顾我 我请护工复查吃进口药 七七八八都花得差不多了 不就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爸妈几乎没有怀疑 就信了我的解释 他俩太了解自己 从小宠到大的儿子 纪伯达又是打碎碗碟 转头就污蔑是我打碎的 我初中成绩下滑 他向爸妈老师举报说我早恋 我高中学习压力大 胖胖瘦 他四处散播留言 说我稀敬你 种种爸妈都清楚 此刻就想是不是纪伯达 故意离间我和他俩的关系 导致为了老有所依 他俩只能倾尽全力救治他 眼看他俩变了脸色 我装作疑惑开口 弟弟不是有房有车吗 干嘛不卖了治病啊 要拿爸妈你俩的积蓄 可你俩这么大年纪 若有个好歹病头 手上没有钱应急怎么好 回去后 爸妈对纪伯达的态度就大变 在纪伯达连番歇斯底里的质问 为什么没有要到前后 终于受不了 露出厌烦的神色 白血病是治不好的 只会人才两空 你当初不是说你要是得了这种病 就会早点死 省得拖累家里吗 一下子纪伯达就万分惊恐 他很怕像当初的我一样 被所有人放弃 哭着闹着要爸妈去讨钱借钱 不管用什么办法 必须给他凑齐手术粉 可爸妈不为所动 理由是 当初没有为我找亲朋好友帮忙 现在也不好为了他开这个狗 这时候我给纪伯达出了个主意 怎么不找你亲亲如烟姐姐帮忙了 他之前说能为了我卖房 难道还不能为了你真卖吗 文言他眼睛说耳亮了 嘴里反复嘟闹着会 如烟姐姐肯定会的 俨然是把柳如烟 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柳如烟自他生病后 就从未来看望过他 得知他的要求 也仅是发了条微信狠狠拒绝 你也要道德绑架我卖车卖房吗 然后临死之前拖累我一辈 纪伯达 我以为你不是个自私的人 纪伯达处心积虑得到的爱情 竟如此不堪一击 但他到现在都不愿面对现实 却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如烟姐姐怎么会这样对我 是不是你对他说了什么 定是你又勾引了他 为什么他能为了你卖房子 却在我生病后连面都不见 为什么从小到大我都比不过你 亲戚都只夸你聪明懂事 老师同学也只围着你转 你考上大学成人上 我只能辍学进电子厂打工 纪伯达指着我 越数越愤怒 最后红着眼朝我扑上来 双手对着我的脖子想掐死我 但接连遭受多番打击 他身体早已摇摇欲坠 我一把攥住他的手腕 只轻轻一推他就跌倒在地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弟弟你狼狈的样子 真是毫无体面和风骨 哥哥劝你一句 与其这么苟言残喘 不如有尊严的死去 然而纪伯达这么个 向来自诩风骨的人 竟颤抖着去够我的一脚 你给我讲卖手术费好不好 我知道你有钱 你要是 要是不帮我 我就曝光你有钱 也不就亲弟弟 但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恶凶 我后退一步 漫步惊心笑道 那你去曝光啊 要不要哥哥帮你啊 兜兜转转 纪伯达还是把希望 寄托在那套房子身上 为了尽快凑齐手术费 他将房子低价出售 顺利找到了买主 医生说以他的身体条件 手术成功概率很低 他就每天要求爸妈 给他炖排骨汤鸡汤燕窝等资不品 折腾的爸妈满面愁容 天天在病房里长须短炭 你这手术成功几率 比你哥哥的还小 花这么多钱 真担心到时候白费力气 我和你爸还指望你养老 你要是死了 我们下半辈子怎么办 也像当初在我跟前那样 不停地举例谁家孩子死了 他们的父母就过得怎么穷困潦倒 可姬伯达却没有我那样坚强 他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颤颤巍巍地指着门口 叫他们滚出去 这时候我出现 将他们请到饭店 吃上了这些十日最丰盛的一顿饭 期间他们不停抱怨 你弟弟说 他将来复查吃药要花很多钱 要我俩省钱 每天就给我们吃十块钱的外卖 自己倒要喝排骨汤鸡汤 我趁机上眼药水 不动声色的 房子是肯定要卖的 弟弟惯会用网络 不然他让人网报你俩怎么办 只是如今 我这身体挣不了几个钱 弟弟更不用说了 花的笔挣得还多 就怕他把家产都用光了 爸妈你俩将来养老靠水 再者你们若是有个好歹病毒 又去哪里变钱 在他俩听得沉思的时候 我摆了摆手说道 算了 不说了 还不一定匹配得到补损 再说匹配到了 难保志愿者不中途弃捐 我知道爸妈听得入心 因为他们担心养老 他们也不会怀疑我什么 因为我没有像纪伯达那样 阻拦卖房子 我还像从前那样乖巧懂事 只是内心迫切想看纪伯达经历 我上辈子那样的绝望 幸运的是医院很快传来 骨髓匹配成功的消息 或许是因果报应 志愿者竟是上辈子弃捐的那个人 这辈子是爸妈在他面前 说捐献骨髓的危害 许是说的太卖力了 志愿者还没进手术室就想放弃 我立马冲过去说了一大堆公围话 吓得他说不出口 这俩老东西差点坏我大事 直到纪伯达被摧毁造血系统 志愿者放弃捐献的话 才在这么好的时机说出口 但是这次 我不会像纪伯达那样原谅他 这么不负责任的人 就该付出他应有的代价 隔着玻璃 我看到纪伯达像上辈子的我一样 躺在病床上一步步等死 再不负他往日张狂的样子 爸妈心虚不敢来见他 只有我来见最后一面 我是重生的 早就知道 你会什么时候得白血病 所以提前把柳如烟让饼 人只有做上眉梦 再被亲手打碎 才更绝望不适 还有 是爸妈劝志愿者别捐献骨髓的 被至亲之人被刺的感觉 不好受吧 纪伯达眼角一滴眼泪滑过 没过多久 柳如烟来祈求我原谅 想要跟我复合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我从未怨恨过他 毕竟上辈子 他真的为我卖过房 只是抵不过人性和得失 前世死后 我飘在空中 看见柳如烟没有第一时间找我 而是抓着医生的手 急切地问 既然手术都没有做 那缴纳的费用能退回来吗 我还看见他向朋友抱怨 真羡慕你嫁了个身体康健的老公 台里多不说 还家境优渥 不像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纪伯出死后 还拖累我没了一套房 早知道 早知道他要死 我就不为他卖房子了 他应该就是这个时候重生的 所以不知道 纪伯达也会得白血病 或许他刚开始有想过拯救我 但终究有顾虑 所以进退失去 左右逢源 爸妈打电话 让我回家吃饭的时候 我已经踏上了 说他俩下半辈子就靠我了 我会用这笔钱 打造一个全新的抗癌账号 让那些被亲人抛弃的人 让那些在痛苦里挣扎沉沦的人 看到新生的希望 没有谁 永远是自己的救命稻草